若不破火柱現在會想說火柱的狀況 那你覺得權責單位應該是 對 基本上就本來在法各有各類的一些規定在 那我現在看大家也不是很清楚 那所以我就請天下 我也請桃園 然後革命行去馬跟華航 一起來把這個手機把它明清 讓大家都明白自己的權責所在 我知道就是說那時候在河口 應該是河口二館 河口二館那一館那時候他們認為 現在大家的爭議最主要在這裡 一館的部分是因為是民航局的指定 外籍的航空公司來使用 那就是那覆的就規劃一個樓層 讓這個所謂外籍的機師來使用 這個部分在我相信桃園認為說 這部分不是他們的夜館 他們的夜館是二館 那這一館的部分有這樣的情形 他們並不說很清楚 那我相信最後是大家在選擇上面 雖然是很清楚 可是在執行起來的時候 就會有相關的一些漏洞在 所以我今天小小要請他們來 把這個會議再把它拍清楚 就把它講清楚來了